各位大英姊妹你們好,我們由今天開始這個網上的現經的討論會 希望幫助大家去從聖經去認識神想我們怎樣去看我們今天這個主題是聖年充滿的 怎樣認識聖經所講的聖年充滿,以及怎樣去保持聖年充滿 這個就是神想我們從聖經去明白 那麼我們今天的經文比較長的就是 《科林多前書》十四章是比較長的經文 我自己會抽來讀,因為是有很多方面,我們就去看吧 那麼十四章一節那裡找到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勿淑靈的恩賜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廣道原文是說語言 就是其實全部都是說語言的 但是呢,文化本翻譯的人呢,他們就覺得很難接受 就是我們追求說語言,他們覺得很難接受 那麼他們就將它變成先知廣道,那麼說語言都會包括先知廣道的 不過不僅是先知廣道,因為說語言呢,一部分就是好像舊約的先知 指出當時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叫他們怎樣背改和遵從神 那麼這個就可以為先知廣道,但是說語言也有講到神 給我們的說話都包括知識言語,還有呢,預言將來的事 就是這些都是,聖經有廣道的先知性的言語 那所以,在這個經文所講的,不只是講到廣道 因為呢,很多人就說廣道和說謊言比較 其實不是說謊言,不是不是廣道和說謊言比較 那接著呢,那個希臘文就是Proveteur,四三九五 那如果大家懂英文的,你可以查四三九五 然後下面加一個Greek,G-R-E-E-K,就是希臘文這個意思 那你就會看到有解釋,就是那個英文的解釋 這個字,Grabatio 的意思 OK,好,那接著第二節就講到說謊言是什麼來的 那說謊言的,原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而他在心靈裡卻是講說各樣的告辟 那這裡就告訴我們,說謊言不是一個誤性的說話 因為有些人他不知道,他就以為呢,說謊言不是一個誤性的說話 啊,我在不知道什麼,做什麼呢,這樣 那變了就失去了這個意義了 那原來呢,這方言呢,這裡講到就不是對人說的 是對神說的,是對神的溝通 是沒有人能夠聽出來,所以這個呢,和 是對神說的,和,士唐人傳第二章所講的說謊言是有不同的 士唐人傳第二章那裡所講的呢,就是他們講別國的話 講別國的語言,而那些人是聽得明白的 是一些講到神的奧秘,是講說各樣的奧秘,所以是另一種的 就是不同的士唐人傳二章的謊言來的 那所以呢,是需要翻譯的,就是如果在聚會 他也要講到聚會,聚會的時候需要翻譯 那就是說呢,說謊言的不是跟人說 是跟神說,因為沒有人能夠聽出來 他在心靈裡面呢,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那但是,索先知廣道說語言的是對人說的 要造就安慰勸勉,即是說語言的時候呢 索先知廣道的時候呢,的目的是能夠呢 造就安慰勸勉,建立人的靈命,安慰人和勸勉人 說謊言的是造就自己的,所以我們明白 說謊言的目的是建立自己和神的關係 是對神說的,是 索先知廣道的是造就教會了 他說的話是造就教會的 然後第五節呢,普羅就說 我願意你們都說謊言,更願意你們索先知廣道 那這裡他就說,我希望你們個個都說謊言 所以,是完全沒有說謊言的 你們不要說謊言的,是我們,我希望你們都說謊言 不過更加願意你作先知廣道 因為說謊言的呢,如果不回來 使教會被造就,那些作先知 就是如果沒有回來呢,就不能夠令到教會受造就了 只是造就自己 先知廣道的呢,就比他強了 因為呢,先知廣道說謊言呢,是會祝福教會的 但兄妹,我去到你們那裡的時候呢 若只說謊言,不用啟示或知識或言言或教訓 給你們講解 我於你們有什麼益處呢? 如果我去到那裡又不會解釋真理 有什麼益處呢?所以是需要解釋的 第十二節了,你們也是如此 既是切勿淑靈的恩賜,就當求當得造就教會的恩賜 第一呢,就是我們切求 喝無,喝無淑靈的恩賜 那我希望大家都喝無,喝無和神的關係 和喝無淑靈的恩賜 不過這兩樣呢,我們應該最重要就是 喝無和神的關係先 就不只是追求淑靈的恩賜 淑靈的恩賜是應該切於我們和神的關係的 有些人呢,就很追求恩賜 沒有追求呢,就是啊,我有恩賜了 能夠做到一些偉大的事了 就不切求和神的關係 而在很多地方疏忽了和神的關係 就沒有追求到怎樣全面性聽神的話 討神的喜悅祝福人 沒有這種心態,就只是追求恩賜 那這個次序呢,是擺錯了的 十三節了 講謊言的是,應當求能夠翻出來 就是說,因為後面那裡講到的 在聚會的時候,那些人能夠明白 所以呢,需要翻出來 但如果自己討告講謊言呢,你就不需要翻譯的 然後第十四節了 如果我用謊言討告,是我的靈討告 我的誤性沒有果效 所以,就是說一個人他用謊言的時候 他誤性都沒有幫助的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在騎什麼島 但是呢,神是會做功的 那有些人就講到呢,在多講謊言呢 是可以更容易領受神的聲音 或者是意念 這個是有人所講的 在這個經文裡面呢,是沒有講這件事 這個經文只是講到呢 是造就自己,和講說神的奧秘的 然後呢,說謊言的應該要求翻出來 十四節了 如果我用謊言討告,是我的靈討告 我的誤性是沒有果效的 十五節 那我用靈討告,也都用誤性討告 我要靈歌唱,也都用誤性歌唱 這裡呢,是講到,原來我們討告和歌唱呢 都可以兩方面都有 就是靈和誤性的 就是說,不只是誤性的討告 誤性的討告,就是說為了一些事項來祈禱 靈的討告呢,就是 在這裡呢,就是講謊言 但是我自己呢,我都包括 我自己就包括說,用個心靈去愛慕神 用個心靈去親近神 去跟神建立關係 這個呢,都是靈的討告來的 所以我來說呢,我會包括 就是整個靈去愛慕神 不是單是講謊言這件事的 那我也都鼓勵那些人講謊言呢 就不只是這樣說 而是那個靈裡面都是愛慕神 因為我見過有時候有些人講謊言 就是好像 有些人,他不是很集中的 他就在那裡 有不同的 有些人就很集中說的 但有些人就好像在那裡 另來另去啊 分心啊 在那裡口就是這樣說的方言 其實這樣的時候呢 那個益處是不是很大 因為我們是跟神連接 不是一定是口講謊言 那16節了 如果你用靈觸謝 那在座不通謊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話 怎能夠你感激的時候說阿門呢 就是講到呢 如果我們講謊言 但是又沒有翻譯的時候呢 在座的人了 所以是講到一個聚會的情況呢 那些不通謊言的人呢 就不知道我們講什麼了 第18節 我感謝神 我說謊言 給你們眾人還多 那這個呢 就很清楚講到 保羅是支持講謊言 還有他自己都是講很多謊言的 第19節 但在教會之中呢 寧可用誤性 說五句教導人的華 強而說萬句謊言 那這裡他就講出了 就是說在教會的情況呢 寧願說 就是造就人的說話 教導人的話 就強而說很多的謊言 因為那些人都不明白 第23節 所以全教會 聚在一處的時候呢 如果都講謊言 有言有不通謊言的人 或者不信的人進來呢 就會說你們癲狂了 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為了教會裡面的人 而且呢 主要呢 就是那些不通謊言 還有呢 是不信的人 就是他不明白你做什麼的人 那所以 那個原因呢 是因為他們明白 所以就不要說謊言 而沒有翻譯 那由這一句說話呢 我就會這樣說的 如果有個群體 他們個個都明白 方言的意思 那他們呢 就是為了追求翻譯出來 只是說呢 我們一起講謊言 親近神的時候呢 就不是一個 因為這裡所說 就是有不信的人 或者不通謊言的人進來 那如果整班都是很接受謊言的 那一起講謊言呢 在這個經文來講呢 並不是禁止的 就是如果整班人都是明白這件事的意義 去投入去親近神 在靈裡面討告 並這個經文並沒有禁止 因為它裡面呢 說到呢 就是說 只是為了那些不明白的人 和一些不信的人進來 那如果那個聚會是一班 根本就全部都是自己人來的 整班在那裡親近神 整班呢 是追求聖靈充滿的時候呢 其實講謊言聖經是沒有 在這裡是沒有禁止的 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傳遞信息的聚會 譬如宣講神的話的聚會 或者是有外人進來的聚會 這樣的時候呢 就 謊言就需要回來了 第24節 如果都作先知講到 偶言有不信的人 或是不通謊言的人進來 又被眾人變醒 被眾人審命 就是如果有 就是說講到 先知講到 如果有人 他是不明白謊言的 他都聽到這些說話呢 就可以呢 就是神的靈感動他 會 令到他信耶穌 第25節了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 就必將念伏地敬拜神說 神真是在你中間了 就是在心裡 就是那些 這裡講到隱情 他心裡的隱情顯露出來 到底這個 是說的是不是就是 先知的 就是 說語言 就是 說語言和知識言語 將他心中的隱情顯露出來 不是單是一篇廣道 是將他的隱情顯露出來 所以這裡所講的呢 就應該就是講到 這個人的隱情被顯露出來 那到底是人家講了出來 還是他的心 感動 讓他知道他有一些隱藏的罪呢 那這個經文就不是很清楚的 就是不是很清楚 到底怎樣顯露出來 是沒有清楚講到 但是有可能性 就是因為呢 有人有 知識言語 或者是先知性的說話 講出他的隱情 那他呢 就跟著呢 就看到神在那裡 真的呢 啟示他裡面的問題 他就敬拜神了 他說神真的在你中間了 這個就是 一個可能性 就講到 用知識言語 或者是先知性的說話 讓他知道他內心發生的事 就是 27節了 如果有講謊言 只好兩個人 最多三個人 而且是輪流講的 也要一個人出來 這裡講的就是 好像在台上向眾人講 或者不一定是台上 不過就是呢 是講給眾人聽過一種的謊言 那你最多就是兩三個人講 不要 不要 整個聚會都是這樣 不斷的 都是講謊言 一直傳下去 就是說 譬如 有十個人講 一個講完 到第二個 他這個講是 是 就是在聚會的情況呢 就不要 只是講謊言 因為這個 不能夠造就人 但是跟我所講的 有一種聚會就是說 大家都追求聖靈充滿 和聖靈的感動 看事的時候呢 那個目的 不是教導的時候呢 就是這個經文 是沒有禁止到 一起去講謊言的 因為不是一個 教導性 而這裡所講的 兩三個人講 是好像向眾人講 是向那些會眾去講 方言的時候呢 最多是兩三個人講 意思就是 人也有翻譯 如果向眾人講的方言 是兩三個人講 好了 那如果沒有人回 就當在會東閉口 只對自己和神講就是了 就是如果沒有翻譯 那這裡所講的 就是保羅所講的情況 應該是指到一個聚會 你想人明白那種的情況 而因為 在近代有時候 有些人講謊言 就是他一路敬拜 他自己可能就一路講謊言 他一路自己講 那其他人又 有些講 有些不講 那這個是 是他那個敬拜方式 那這個經文 沒有否定到 一定可以這樣做 因為他只是講到 給集體大家去聽的時候呢 就讓人可以明白 就不要有些人來到 就不知道你做什麼 那他自己講的時候 應該有問題不大 或者是 如果 就是 譬如 大家都聽到他講 那這樣就 我再講清楚了 就是如果是集體一路親近神 那他應該是他自己講 就不是好像大聲要全體 都聽到他講什麼方言 因為方言不是他的聲音 或者他說的內容 能夠激動人的心 是他自己跟神講 他講說神的奧秘 因為我們知道方言的目的 不是造就別人 是造就自己 那有時候就說全體都在 造就自己 就是 求聖靈更大 充滿和啟示的時候 那個目的就不同 我造就其他人 如果造就其他人 就一定要回來 然後呢 第29節 至於作先於廣道的 至於好兩個人 或是三個人 其餘的就當神師名殿 那這裏也都講到呢 其實他原文是說語言 未必是廣道 就是廣道 不是說你兩三個人講 那你其他人不要講了 其實 初期教會的聚會 跟我們 可能有很大分別的 那他到底怎樣說語言呢 就是當時說語言 是不是當時 有人領受到神的訊息 跟著就開始講了 那又有第二個人 又有領受到一些訊息 跟著就向人講了 那所以呢 就是 不要當了這個是廣道 因為根本的字就是 說語言 所以有可能 就是講到他們有領受到一些訊息 給教會 或者是一些語言 將來發生的事 或者是一些知識言語 就說 最多兩三個人就講好了 其他呢 就在這裏 在這裏思想和分辨了 39節 我們呢 切勿作先知廣道 因為切勿說語言 應該說 切勿去從神領受信息 但也都不要禁止方言 那保羅這樣講呢 也都可能有些人 在初期教會 都不是很接受 方言都沒有 就是覺得 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就是因為 不是每個人 在初期教會 都是聖靈充滿的 原因 我們怎麼知道呢 就是有七個執事的時候 選的時候 講明呢 是要被聖靈充滿 還有有智慧的 那就是說 不是每個人都聖靈充滿 那所以呢 講謊言也都可能 不是每個人都聖靈充滿 那所以呢 講謊言也都可能 不是每個人都講謊言的 所以 初期教會都可能 有些人禁止人講謊言 想人講謊言 那這個就是 當時可能有些的衝擊 所以保隆在這裏就解釋 那然後呢 40節 凡事都要規規矩 按著次序行 就是說 聚會裏面 是應該是有 有秩序的 就講到就是說 講 當然一定要翻譯 講 語言的時候 也都 就是說語言 或者先知講到的時候 很多人去講 然後呢 輪流去講 最多兩三個人講 那 那 好了 那有些人呢 就會用這件事情 就講了 有些聖靈充會呢 是沒有了秩序 那 通常來說呢 就是在聖靈充會 勁敗那個部分呢 有秩序的 廣道的部分都有秩序的 但是一到 服侍祈禱 有時候就沒有秩序 因為呢 那些人呢 又跌啊 又跳啊 又哭啊 的時候呢 就是 他們就說 這些聖會 如果是聖靈做 為什麼會這麼沒有秩序 所以呢 就否定了這個是聖靈的工作 那 那 我的回應 第一 我不是想這個聖會 短了 我不是鼓勵人 短了 但我會說出 有些人 他的聖會裡面呢 他經歷聖靈的時候呢 是會有 強烈的反應的 有時候不是我們想不想啊 譬如我試過帶領聖會呢 尤其是在外國 在非洲啊 在有些 其他國家啊 他們比較開放性的 一祈禱呢 那個人呢 就已經在那大叫大哭 其實這種大叫大哭 是有兩種情況的 一種情況呢 就是他 他就是那些邪靈 或者他很 很感動 那他就大叫了 或者呢 是他很 很 興奮 他就用自己的方法表達 就是有時候不一定是聖靈感動他這樣做的 有時候是 那些人自己想表達 那他呢 就一邊跳啊 跳啊 跑啊這樣 那這個是 有些人的表達 有時候有些呢 是他真的在那個靈裡面 是 是 令到他 很想這樣做 但其實他是可以不做的 他是可以不做的 但是呢 有些人就 希望在那個聚會裡面呢 放一些 所以他們這樣做 那還有呢 有些人呢 就希望呢 在那個聚會 經歷聖靈更多 所以他呢 就更加 很投入 很放的 去叫啊 去笑啊 去哭啊 這樣 就想他自己經歷聖靈更多 這個是 就是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心意 那而 也都帶領者呢 有不同的 有些呢 就想 多些人經歷 那所以呢 他就完全沒有想到 那個聚會的秩序 那到底 在這個情況之下 是 這個東西是不是 就是不適性的工作呢 那 我們在 薩姆爾基上 十章 和十九章 就見到 薩姆爾 監管一幫先知門徒 那他們就在那 用不同的樂器 他就沒有說他做什麼 但是呢 這個意思應該 他們在那裡敬拜神 就是不是在那裡練音樂 那然後呢 他們就在那裡說語言 那 中文聖經就翻譯 受感說話 但其實原文是說語言的 那他們呢 就在那裡 敬拜 和說語言 那 然後 蘇羅來到呢 也都受感說話 那這裏呢 就講到一個聚會 就是聖靈的同作是 強烈的 那他們呢 都在那裡受感說話 那到底是不是兩三個人 輪流說呢 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 那個情況是怎樣 不知道 但是當蘇羅來的時候 第一次來 他就是受感說話 但是他第二次來的時候 他就 就是聖靈羞辱他 他就脫了衣 因為他那時候 追殺大衛 那他追殺大衛呢 他就脫了衣 一走一營 那這個情況 都是有些 是 好像失控那樣的 就是他 好像 好像 好像不由自主 那樣 那所以 就是說 這些聖靈的聚會 有時候有些人 他因為經歷了神 很大的工作 他很 很自由地 很想 有這種自由的時間 那所以呢 你可以說 這個是一個 就是他經歷聖靈之後的一個表現之一 就不是那個聚會的那個 就是譬如那個敬拜啊 信息啊 那個部分 就是那個部分呢 就是 就是通常都是有秩序的 在這些聚會的時候 都是會有秩序的 但是到了聖靈工作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所經歷的事情是 意想不到啊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是很強烈的憂傷 他裡面那些憂傷走出來 是他控制不了啊 他自己控制不了 兩種的 一種就是他控制不了 第二種就是 他的乘機自己大喊 兩種情況都有的 那 那 是不是因為他大喊 所以就否定了 這個是聖靈工作呢 就否定 因為說聖靈不會這樣做事的 那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 不合理的結論啊 因為 他其實是 心裡面是很感動 很被神更新改變 他很興奮 所以呢 他呢 就是這樣喊 那我自己都會這樣喊的 就是如果我的聚會 那些人呢 是無緣無故的喊喊很久呢 那我就會叫他 用耶穌的名句 安靜一點 等其他人都可以安靜 但是呢 有時候有些人 他們經歷很大的釋放啊 憂傷啊 他在那裡喊的時候 哭的時候 不代表不是聖靈的工作 然後基本上 因為有些人是不相信 聖靈可以這樣感動人 就是如果經歷過的人呢 就會明白 在裡面湧出一種 很大的釋放 很大的喜樂啊 很大的愛啊 是感動到不得了的 所以呢 就會哭啊 會笑啊 那所以 而我們的果子呢 知道他是真的 聖靈的工作 不是邪靈的工作 所以 這樣 不能夠否定了這個聖靈的工作 也都 不能夠說 你不可以這樣 就像素羅去到 第二次聚會的時候呢 他是 可以說是失控的 那也都 耶穌有時候 跟人說邪靈的時候呢 那些人都在那裡 在那裡 在這個情況 是會失控的 那譬如有個聚會 有邪靈 彰顯 那呢 就 跟那些人說邪靈 那自然是會有 失控的情況 所以 我就不覺得呢 是單純用 秩序來到 管理 就是整個 所有聚會 都一定要有秩序 如果聖靈就會 沒有秩序 就即是不為聖靈工作 那這個我覺得呢 是我不贊成的 但是我都會覺得 是 我們盡量去維持秩序 但是有些情況 是我們 都 控制不了 就是那個人呢 真是很大的釋放 的時候 我們就 由得他 在那時候釋放 大家都明白這件事情 那 那這個也都是 就是 不是一些普通的 崇拜聚會 而是一些 在聖靈運作的聚會 才會有這個情況 OK 好 那我以上呢 是 解釋了 差不多前些十四章 講到謊言 還有呢 秩序的問題 翻謊言的問題 講先知廣道的意義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呢 牧師我想問呢 二十九節 至於作先知廣道 至於作先知廣道 只有兩個人或三個人 你剛才是不是說 那 因為我聽得不太清楚 是不是 兩至三個人 代表這個不是普通的 一篇廣道 而是一個先知性的廣道 因為我們不太知道初期教會 是做什麼的 他們 先知廣道 是說什麼 我們不知道 而因為原文 根本是絕緣 所以 很大可能 根本寶羅就不是說廣道 也可能是說廣道 就是可能都沒有訂 我們不知道 所以 根據傳統教會 他就覺得好像 有兩三個人 被聖靈感動 現在要講道了 他們的定義就是這樣 但在聖靈充滿的人 可能解釋就會是 他們在當時 聖靈感動 說出一些 可以是先知的廣道 即是真是 好像在舊日先知 這樣跟那些人說的話 或者是說語言 或者說知識言語 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去推測 到底他們在做什麼 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們不清楚 初期教會 他們其實這個情況 是在做什麼 只是能夠推斷他們 他們在做什麼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嗯 因為 是沒有說清楚 他們其實 先知廣道的定義是什麼 是沒有說的 而 你這樣看那些字 就說語言 根本是完全 我們想到的廣道 就是 那些字就是說語言 嗯 還有我想說現實中 譬如我們去聽廣道 有些廣道 其實我會睡覺 有些廣道 我就會很入心 就是好像入了一個心 那樣 你會很留心 聽那個講者 怎麼說的 那這個分別 是不是在於 一個是 先知廣道呢 這個 這個我覺得 完全 跟那樣無關 就是可能是 那個人 講道的人 這個 他的內容 是不是 激勵人心 或者是 好像 好像很 很沉悶 或者你自己的 投入程度 或者期望程度 達到這種的後果 我不知道是哪樣東西 就是我不 不能夠說 好 好像令到那些人睡了覺 是不是代表這個 就是聖靈的運作 我們不知道 就是要看當時的情況 到底是怎樣 就是 根據靜是說 你會有事分了交 我不能夠 決定 是為什麼 那我用另一個方式 如果我要講一個 道出來 講一篇道出來 我怎樣 可以 你等一下 可以 入別人的心 OK 是 你繼續說 如果我自己要講一篇 信息出來 我怎樣可以 入別人的心 OK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講信息 怎麼入別人的心 這個就是講道的技巧 或者分享的技巧 或者 除了技巧 也是靈裡面的一種 力量 那我自己就覺得是這樣的 首先就是我們自己 真的被我們的信息所激勵 就是如果一個人 講信息那樣東西 就是他的心裡面 都不是那樣可熱的 那樣東西 他好像呢 我可以講什麼道 找一下聖經 OK 好吧 我選這條經文 我想一下怎麼說 一二三四四點 OK 我現在講出四點 就是不是從他的靈 發出 那個觸動人心 是比較弱的 因為根本他不是很 心裡面不是因為這件事而可熱 所以我第一就是他的靈裡面 因為這個信息而可熱 就是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 很寶貴的 是那些人很需要去明白的 那這個第一就是他的靈裡面 那第二就是他講的到能不能夠 是relate to 他自己本人 就是譬如有時候有些人說 你們不要發怒了 那記得了 露氣就不成全神的義了 你想發怒你就不要發怒 你就怎樣 就是你去祈禱 你就不要罵人 那就是一些很普遍 不是很實際 不能夠說出人的內心世界 那只是叫人不要這樣做 或者應該怎麼做 那觸動不了人的心 但是如果說的人能夠很 他自己都很relate to 那個信息就是 他跟他生命很有關係 他曾經經歷過很大的怒氣 他發覺他自己裡面有怒氣 他會想一下 為什麼我會這麼生氣呢 有什麼原因呢 原來因為我的期望 或者因為我有些仇恨 所以我裡面發怒氣 那我怎樣處理呢 我就逐步去拆解我的怒氣了 然後我就處理我的內心世界 那他跟他的經歷 他真的有處理的時候 聽的人是覺得更加真實 就是有時候有些道是很理論性的 是好像跟人的生活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譬如就算說到神的愛 那就是說到神就天天想著你 在天上他不能夠忘記你的 他在這裡紀念你的 那他說完的人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他不說得出跟人的關係 但是如果能夠說得出 譬如說好像我們不會忘記他的孩子 我們經常想著他 那天父是不能夠忘記我們的 他經常掛念你 你的內心怎麼樣 你現在面對困難你怎麼樣 神很掛念你的 所以當你一找耶穌 耶穌是很歡樂 他馬上會幫我們 他會給我們力量 去面對我們面對的困難 因為他知道了我們面對什麼問題 他不是跟我們很遠的 是很近很近的 所以出自我們內心跟這個信息的關係 我們怎麼被這些信息所觸動 以及我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的時候 人是更加聽得明白的 因為純理性的道 是完全是好像只是解了經文 而沒有應用的時候 人們聽到是會覺得沉悶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方法的問題 另外也是帶領那些人去對神的愛慕 例如敬拜 那些人投入 都是一個令到他們投入聽到的方法 因為很多教會都是他們唱詩歌 就好像唱一首唱然後坐下 就好像唱詩歌 並沒有一種去帶他們去同神連繫 即是去感激神、愛慕神 那種的敬拜 那他們就會 只是唱詩歌唱完 未必代表他很激勵 可能有這些不同的因素 人士有些人 他的信息是比較沉悶 和人沒有什麼關聯 我覺得是 他本身有沒有被這個信息激勵 他本身有沒有實行這個信息 有沒有把他實行的方法 說出來給人聽 令到人容易明白 容易認識 他的感情是很重要的 即是說 他講笑的時候 每句都是這樣的聲調 神很愛你 神現在關心你 祂知道你的需要 這樣講的是 背眼睡的 但是我們講的時候 在裡面有感情 那些聲音你會聽到有不同的 因為我自己 我是 即是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是 其實我之前 我都是講話 我都是會興奮的 所以 因為我講的信息 尤其是我聖靈充滿的時候 我心力火熱 是更加的聲音 亦都透過我練習 共鳴的聲音 所以你聽到聲音是有力的 但是你也不是很硬的 有些人他有力 不過很硬的 令到人們聽的時候 嘩 耳朵都溫了 這個就是不同的因素 這個是講到他講到的方法 嗯 明白 那 我想補充一下 你說 我想補充一下 講到好像我們想講些什麼 給會眾聽 不過是 最好就是 你跪在神面前 問一下神 這些會眾 今天需要的是什麼道 你需要聽什麼 那神會啟示 今天要講的什麼 或者這次要講的什麼 那神最知道他們的需要 切中他們所需的 他們一定會很用心聽 多數會用心聽 還有 廣道也是聖靈的工作 所以都是要聖靈去充滿你 還有要聖靈去幫助他們 那他們也都願意打開個心 給聖靈去運行那些道 那就不同了 如果他們沒有準備好 那樣 就好像在這裡聽一下 那樣 沒有這麼入心 我分享是這麼多 好 謝謝你 那你先說就是 我講的最初的point 就是跟神的關係 視著我們的訊息的內容 主題 和我們 我講的時候都是 從零發出 我們跟神的關係 變成從零領袖發出 好 好 想問有什麼 或是想問 有什麼 我想問 剛才看到 三十四、三十五 她說 婦女應該 鼻口 即是不演 因為不准她的說話 對 是啊 就像類化一樣 其中的一個比喻 意思是 婦女應該是 家裡 問自己的丈夫 不可以是 為眾 說話 就是 是可恥的 我是有些 批准了 譬如說 有些姊妹 站在身上居住 但是丈夫沒有身上居住 其實丈夫又是一個 很惡人 暴力的 親像 她說 有些姊妹 其實就是單身了 這些應該怎麼辦 可不可以 問其他的弟兄姊妹 為什麼會 這個說話 好像是 跪姿 好像殺死人 我就是有少少 不是很懂得解 你現在說三十四、三十五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沒錯 其實你說兩件事 一個就是在教會 鼓女是否應該說到 第二個就是在 是否鼓女 都說說話 對不對 就是 譬如她丈夫 很強勢 是的 就是她 OK 這兩方面呢 我答應你 初期教會有些做的事情 到底是 當時的 就是他們的風俗 還是一個永久的規則 有時候有些地方我們不肯定 譬如其中一件事就是 就是鼓女夢頭 可以說今天這個世界上 差不多 就是 沒有教會 或者極少極少教會 是女人去做 最會夢頭的 那這個是 今天來講是 已經 在形容的 就是夢頭 女人叫做夢頭 那 到底這個 鼓女講到這件事 是 因為當時他們那些 他們的方法是這樣呢 還是 一個絕對的規則呢 就是這樣 那我 我的 我知道有些中派 是肯定 女人是不可以講到的 有些中派 只是男人講到的 那有些中派 男女都可以講到的 那 那 這件事呢 可以說是一個 就是一個爭論性的事情 那 我自己就會這樣看的 譬如 假設 去到一個地方 一個宣教的地方 根本沒有 就是不足夠人去 那 而有些婦女去 因為事實上 教會是婦女多的 這個和初期教會 可能有分別的 因為呢 在初期教會的時候呢 他們是一個 男為主的社會 那 他們所以呢 信主的都是 很多時候 男人信主 又帶領他的 家人信主 中年都有 女人信主 所以呢 可能他們那個 男性的數目 是比較 現在是多的 但是現在呢 因為呢 主要傳到 就是因為 以前也是一個 已經是信 猶太教的 情況 他們信猶太教的 信猶太教的是有 就是 男人 大領先的 所以當他們傳到 基督教的時候 也都是那些 男人傳到 可能是這樣的 而今天呢 有些地方 真的 有時候 一個教會 可能 很少數是男人都有 那時候 根本是沒有人去 傳到 那我自己就覺得 在這樣的情況 女人去廣道 並不是 並不是犯罪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 秩序的問題 就是次序的問題 到底女人在教會廣道 是怎樣 那 就是我自己就覺得 在 就是 尤其是末世的時代 我們真的需要更多人去 傳到 風陰 去廣道 就是我就不覺得 從這些經文 我們可以達到結論 一定 那我不能夠 到底我不 我不肯定的 到底這個 保羅所說的是 像初期教會的情況 他們的情況 還是 永久都是 不要女人廣道 那 而 譬如有些中派 他們也有一個 緩衝的方法 就是說 女人就可以教女人 和小朋友 如果是有男人的聚會 更加就是男人廣道 又不是女人廣道 就是有些這樣的方法 那我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 起碼 如果真的女人廣道 就得 並不是犯罪 不過只是個次序問題 譬如 就是 教會根本是有 男性的帶領的 那就 讓男性去帶領 但是 我也都會說 女性要有她的強項 所以 這個到底是 是不是因為 跟從 他們初期教會 那時候 那些男女的次序 所以 有這樣的規則 就是當時來說 那些女人 是真的沒有權 去說話的 所以 他們在教會 都不要說話 所以我這件事情 我不肯定的 好了 至於家裡 家裡 如果一個男人 很強勢的時候 女人是 就是 聖經講的 順服 不是說 那個男人 就打他 罵他 每天罵他 他就只是坐著 沒有聲音出 就坐著進去罵 這個不是聖經所講的 順服的意思 聖經所講的 順服 就 其實是一定 在一個家庭 有愛 有一些尊重 才能夠順服到的 譬如他天天都打他 天天都罵他 他沒有可能順服的 一定 他是 就是他覺得 他自己好像沒有人權 那樣的 而 聖經裡面是有講到 無論是男是女 在基督裡面 都是 都是神的兒女 都是尊貴的 都是寶貴的 就不是說 好像男人 就是 他們大了 女人 就不可以出聲 而 在《以不所書》 六章 講到夫妻關係的時候 講到 妻子順服 丈夫 前一句 是講到 他們 彼此順服 很多人沒有留意 這件事的 是講到 彼此順服 先的 然後講到 妻子順服 所以 就是說 在一個尊重 古章尊重的情況的時候 是 更加容易 順服的 我自己做 不會這樣說 就是 《以不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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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做任何決定在家庭裏面 那個妻子說我們應該買些什麼廚房的用具 我們怎麼照顧子女 那丈夫有一套理論,妻子有一套理論 而妻子覺得這樣就會忽略了小朋友的需要 那是不是這些事都完全信服了丈夫呢? 我就覺得是那個心態和那個態度是她尊重丈夫為主 尊重她丈夫,就不一定說到每一個決定 都一定是難得做決定的,這是我的看法 不過從聖經是沒有清楚說到什麼是信服 到底聖經要我們怎樣信服法呢? 是沒有說清楚的,我只是用一個人的關係的看法 就是說對她的尊重也都是盡量去跟從她的意思 但有時候有些地方是對於家人是好的時候 妻子可以跟她去討論,去找出一個好的方法 OK,好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有時候未必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不過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你第一個回答了,第二個都有回答 但是可能我看到的,可能不是香港 但是中國有落後的地方我看到 還有我真的都有一個見證,有一個更加厲害 因為她的丈夫沒有上去,是賭的,又要引走的 在外面煞煞煞滾的 但是當然她的妻子不想這樣,要照顧 要顧家,要照顧,要隔那些田地的裝甲 都是妻子當然想跟牧師講 其他教會和同工講 但是同工牧師說 就是拿著神經上面說 你要說服你的丈夫 因為神經的神話是這樣的 她真的很難說服出來 因為她裡面有很多的傷害和很多的憤怒 有一次她真是給肉 就是煮菜給那些肉給丈夫 即是吃死了 如果不是她這個家 沒有人能夠理解體會 有時候真是會拿那個 在聖經上面說 你妻子要宣服丈夫 她這樣的丈夫又沒有神 又貪吃 她真的要去外面煞煞滾的 她真的很想一個家 但是你知道有些地方 她又不懂得什麼叫尊重 你明白嗎? 因為有些落後的地方 這些都有這些見證 我聽到覺得有點不舒服 因為有些人那種理論 甚至有些教會都是這樣的 有些牧者也會這樣的 她就以為 即是說什麼情況之下 都一定要順服 那我 因為聖經 你看回 《似不所思》第五章 是說到 彼此順服先 然後才說到 她順服丈夫的 所以丈夫應該順服自己的 而我自己覺得 如果那個丈夫是時時賭錢 把家裡的錢全部拿去賭的 或者是時時喝酒 喝醉就會傷害家人 那時候呢 妻子是可以離開丈夫的 就是 聖經說就是犯奸淫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譬如 強烈地打 以及拿了家裡的錢 根本是不可能共存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可以離開的 當然最好找輔導可以解決到 但是如果她長期都是這樣的時候 我自己就覺得 是 不是說順服就可以的 那我也見過一些牧師 她堅持 什麼情況之下 她們不會聆聽過太太 只是不斷地強迫她太太 要怎麼聽話 那我就 我也見過這個情況 我就不認同 有些人的看法 就好像丈夫 怎樣虐待對方 她都可以 就是她都順服 這個 我覺得聖經說的 還有如果她有犯奸淫的時候 根本上太太可以離開 不過有些地方 她們都不容許太太離開 那這個是因為 就是她們對聖經的明白 不是全聖經 OK 好 現在轉了話題 我們今天講謊言那裡 不好意思 OK 還有我想說 就是謊言這件事情 就是 我很反對有些人 教人講謊言 或者試講謊言 講一下哈利路亞 講講講講 很快很快 那你慢慢轉了音 就是謊言 那我真的覺得很有問題 就是 有些人講話講得快 會講亂了音 代表這個是謊言 謊言是不來的 正經講的謊言 是她們聖年充滿 跟著她們開始自己講謊言的 所以我就絕對反對人 去鼓勵人 你試一下講謊言 我不是試的 沒得試的 在聖年充滿之下 神感動你 通常她們自己震動 然後她自己去講的 就不是我們去自己練習講出來的 就是這個我覺得很 就是我非常不贊成的 還有就是有些人就覺得 你講謊言 你的靈命更新 如果她真的聖年充滿 她就不會 但是如果她只是跟著來講 她未必會 她未必是在講謊言的 她只是在那裡 她習慣了用另一種方式去 這些啦啦的說話 她未必是在跟神溝通的 所以我是很反對 人們叫人去嘗試講謊言 或者是無講謊言 是一定在聖年充滿之下 她自己去講 那這個就是出自神的 也都我不覺得 經常要吹逼那幫帝影子 會盡快 個個都講謊言 那就聖年充滿了 我自己反而覺得 經歷聖年 很多人是會經歷平安喜樂愛 就是靈命的激勵 靈命的甦醒 會改靈罪遵循神 她在祈禱的時候 她越來越果然 這個是聖年充滿的跡象來的 越來越平安慶省 或者身體的能力 身體的搖動 這個能力 這些都是聖年臨在的果效 所以我就會把謊言說在第一 有些人就把謊言說在第一 有說謊言 整個謊言會就是聖年充滿 是一定的 也都有些人說謊言 她不懂得協調她生命 她未必是靈命更新的 好 好 還有一個人有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我可以說謊言 譬如日常在做事 例如掃地 煮菜 一直在說謊言 你也可以的吧 可以 主要就是這樣 心要向著神 不要這樣 心向著神來說 如果掃地 可以向著神來說 就沒有了 OK 但她掃地 因為她分心了 她不能夠專心地愛神的時候 這件事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 我就會覺得 都 不是很重要的 不過 如果她真的很分心的時候 不如她用 就好像我說的那種祈禱 感謝神 愛慕神 那種她容易些 專注 否則她說謊言 她未必專注 但如果她做到的 都一直愛著神 那她說謊言 我覺得很重要的 其實她們可以一直在做事 都一直在祈禱 可以的 感謝神 多謝神 或者心靈發出 那我自己 甚至我講到 我都可以在祈禱 但是我祈禱不是禮語 只是一種愛慕 愛慕神 愛慕神 在這裡享受神 被神激勵 那種祈禱 OK 還有沒有人想問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繼續結束 OK 那我自己會 我自己會 我再講一句 先別人來問 就是 如果有些人沒有說謊言 不要經常催逼自己 快點說謊言 而是 多些去愛神 感激神 搬起神 長時間讚美神 這樣做的時候 神會做功 到有一天 神將謊言賜給我們 或者 其實就算沒有謊言 但是有聖靈的能力 為人祈禱那些人病得醫治 靈命更生 講了邪靈 我覺得 看了幾時 神將謊言賜給我們 就是不要一定要快快去講謊言 就是不要吹逼這件事發生 我自己都是 我開始講 講邪靈之後 我後來才講謊言 就是那個次序 是經歷聖靈之後 幾個月我才講謊言 我給它更早是為人祈禱 他們經歷聖靈 和講邪靈 那些比我後來講謊言 OK 好 你可以問一下 好 關於造就教會那裡 有兩個問題 教會其實是不是 不只是包括實體的教會 而是現在你的世界很高科技 有網上教會 有一個網上教會 就可以聯繫全世界各地 是不是都包含這種 是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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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而造就教會的人 呢 是不是不僅僅是講牧者和同工 而是講基督徒也是呢 是啊 基督徒也是 那這裡呢 因為在臨前十四章是沒有講到 只是牧師傳道去做這件事的 嗯 那 其實平信徒都可以 其實平信徒也都很多時候 比如關心人啊 拳福音啊 鼓勵人啊 為人祈禱 這些都是建立教會的嘛 所以 平信徒都是有責任 因為 為要承傳聖徒各進其職 即是 牧師傳道的目的是什麼呢 承傳聖徒各進其職 不是僅僅是牧師做的 是 牧師是訓練他們 這個呢 在 《箭一所書》第四章 十一節 他所持的有仕徒有先知有傳 有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承傳 承傳的時候是訓練的 承傳聖徒各進其職 建立基督的身體 每一個基督徒各進其職 來建立基督的身體 就是教會的 嗯 明白 謝謝你 好 OK 那我們現在祈禱 謝謝天父 你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愛慕神 愛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你真好啊 哈利路耶 神你真美善 神你有很奇妙的工作 奇妙的恩典 神是 是時時和我們一起關心 我們祝福我們的 我們都看到神呢 是有靈裡面的工作 在這次看《科林多前書》十四章 我們看到呢 神是有在靈裡面的工作 會感動人 說當然 只是說語言 是聖靈呢 是可以做一些奇妙的工作 在其他經文都有講到 聖靈會叫人說語言 建議像 作義夢 還有有神的歧視 異能 治病 變別諸靈 各樣的恩賜 這個都是聖靈所賜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不單止在 physical 在這個物質的境界去做工作 而是也都在靈裡面工作 不單止是 只是傳說話 我們都在靈裡面為人報告 帶領人經歷聖靈 帶領人愛慕神 讓聖靈更大的在人生命中工作 為主幫助我們 時時活在神的同在之中 愛慕神 享受神 被神去激勵 被神去更新改變 走在神的路上去榮耀你 時時和你連結 時時被你帶領使用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神 你很想使用我們的 你很想將作樣屬於恩賜 致給我們 求主的靈大大挑割在我們身上 充滿我們 讓我們平穩安靜 輕輕鬆鬆 享受耶穌 耶穌真好啊 耶穌真好啊 我們享受你 我們感激你 我們讚美你 我們歡迎你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我們時時都喜悅你 以神為樂 神你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以神為樂 你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以神為樂 神也都將聖靈挑剥我們 讓我們被聖靈充滿 多謝天父 頭主大大使用我們 賜給我們各人的屬於恩賜 而我們的目的是建立教會 建立任何的基督徒 教會就是 看到有場的教會和無場的教會 就是在教堂以外 也有很多人是信耶穌的 這都是神的教會來的 求主幫我們建立所有的基督徒 也都帶領更多人認識你 多謝天父 求主更生我們 釋放我們的靈 感動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求主的聖靈 更生我們 改變我們 使用我們 多謝主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好 祝福大家 如果你還有問題 可以在這裏發出來的 那我剛剛在那裏 拜拜 我就剛剛擺了一些 我們那些俗經 背聖經 那我其實呢 你去Google Drive那裏 你就看到一個櫻子 講到金句 在那裏你可以 最好這種方法 最好就不是用手機的 因為手機它不會 繼續過下一段的 就是買一個MP3的 過音器 就是很便宜的 現在這些 那在鴨鴨街 有很多 然後呢 你就用一張 小的 小的SD Card 就把那些聖經 放進去 我們遲些會錄完 新約 然後呢 就慢慢 去天都會 有些錄出來的 那就會 可以一邊聽聖經 天天聽 我是講金句的 就是 會重讀的 就是譬如說 神愛世人 神愛世人 甚至聖太太獨生子 至級他們 甚至聖太太獨生子 至級他們 這樣 你跟著的讀 就可以呢 練到金句 因為我們練到金句 是對於我們的靈命 和事物都很有幫助 所以大家都可以 善用這些資源 我已經放了一些上去的 我今天就再放一些上去 好了 祝福大家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